鏡頭轉回國內 七夜排球甲級聯賽今年將賣入第十個年頭了 那預計呢今年也是個充滿新元素的一年 像是開幕戰將會首度的前進到羽林北港 對 那新的一季呢 七排還會納入全新的第五隊 中坤搖曳 來徵選優秀的新血輪 就是要給球迷全新感受 七夜排球甲級聯賽今年賣入第十年 為了增加比賽的可看性 中華排球協會 15號在鳴湖國中舉辦優秀選手真實活動 主要他不是原來隸屬的球隊的選手 他不屬於以往四隊的選手 那麼也不屬於他的學校單位的 那可能就是某一個學校有一個兩個非常優秀的 那我們就開放那麼報名來參加選秀 中華男排去年在東亞運折賽3比2立退日本 拿下對史在國際大賽會的第一面金牌 他們的好表現也吸引了更多企業 對氣牌聯賽投以關愛的眼光 這些企業單位也一直希望說能夠協助協會把氣牌能夠做得更好 今年第五隊的中坤 姚葉國分有限公司 那麼就親自邱總經理來跟我談 就希望他們能夠加入到企業聯賽的行列裡面 邁入第十年的企業排球甲級聯賽 預計在5月2號點燃戰火 真審新球員增加新隊伍已經充滿全新的元素 加上今年開幕戰也將首度造訪雲林北港的北港正立體育館 這是要給球迷外耳目一新的新氣象 郵電TV 許家榮 葉芳宇 台北報導